我也沒有什麼高興跟不高興 蔡英文總統馬上5月20號就職了 我也沒有什麼高興不高興 每一次立法院的表決 我都非常的輕鬆 我非常輕鬆的心情來看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麻木了 我已經麻木了 民意如流水 民意如流水 水能夠載州也能夠復州 我在這邊也是 我也很謙虛的建議民進黨 520馬上執政了 尤其要警惕 轉型正義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轉型正義 尤其金門馬祖人 最需要的就是轉型正義 我沒有反對這個議案 我開中民意的講 但是轉型正義是不是在 行政院底下 就誠如剛才 我們也有同仁報告 如果能夠要警察機關司法機關 檢調單位要協助 那表示 這個法通過以後 轉型正義委員會 他有指揮權耶 這個就有點警總的味道在裡面了 有點警總的味道在裡面 還有就是 轉型正義的內容 我開始看了 大概有四項 一個是開放政治檔案 一個是消除威權象徵 跟保存不義 移植 貧富司法 還有處理不當的黨產 黨產這個一定要處理的 剛才孔文綺委員上來講說 原住民委員 原住民他代表原住民 原住民從平地被趕到山上去了 很多的土地啦 打獵權等等 相對的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金門馬祖土地的問題 目前我們國軍部隊的 從 港口班 聯部 銀部 師部 到指揮部 全部都是我們馬祖老百姓的 我上次在總質詢的時候 光舉光一個小小的地方 200多筆的土地啊 國防部不還 所以我現在要國防部 你要舉證出來 你哪一筆的土地是用錢買的 用錢購置的 你把這個資料拿出來 我們老百姓同意 這是你們的地 然後用個 安撫條例 和平佔領20年就是你的 各位覺得這公平嗎 不公平嘛 那今天 老百姓要向你要地 那你不給 所以 我在這邊呼籲啊 轉型正義委員會 我不是不同意 但是這個位階各位要小心 尤其十七條 還有 他的方向 所以剛才 主席開中民意講說 今天不會去審查 我非常高興 為什麼呢 今天審查的話 等一下 把我們金門馬祖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只處理這四項 那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當然能夠辦個公平會啊 爭尋各界的意見 爭尋各界的意見 我們還有老百姓被炮打死的 被炮打死了 我上次問 我上次問 陳中席內院長的時候 也問過國防部長 軍人被炮打死的有沒有 有沒有副軍 有 公務員被炮打死的有沒有副軍 有 我們民防隊員 我們老百姓被打死了 防護部給五千一萬 買幾塊木板 就安葬了 炒炒了事 所以這是不是不公不義 也是嘛 所以我希望 轉型正義啊 能夠 辦公定會 甚至在各縣市都辦 我覺得也不用急 剛才我講了 民意如流水啊 我們新任蔡總統 一直講謙卑謙卑再謙卑 我想所有民進黨的朋友們 你們要以此作為警惕 因為 520之後 我們是希望 藍綠再衝突 統獨再衝突 還是希望我們 政黨能夠和解 讓台灣 好好的朝向 讓經濟政治各方面 很健康的去發展 如果藍綠繼續額鬥 我跟各位報告 我還是輕鬆輕鬆再輕鬆 你們的表決我會非常的輕鬆 因為我已經麻木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拜託台灣已經淪落到 四小龍都沒有啦 如果再這樣子再鬥爭下去 不是好事 我希望 我希望 民進黨的同仁們 能夠跟國民黨的朋友們 好好就這個事情做下來 可以談 我想國民黨 態度也鬆動很多了 黨慘了 各方面都可以談 謝謝主席給我這樣的機會 那麼也給我們充分的發言 好不好 謝謝各位同仁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李彥秀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喔 我 陳如剛才陳雪生委員所講的 這個促轉條例 其實並不是今天爭論的重點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要討論促轉 剛才包括他們講的金門馬祖 包括孔文吉所講的 原住民的這個轉型正義 當然也要納在裡面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再見